再,乘风2023,能够杀出重围拿下人气第一的人居然是她,美伊里亚。 节目刚播出时,热搜上的词条都是满屏的搞笑梗,比出舞台的热度高多了。 三人行之观众耳聋的名场面,谢娜,蔡绍芬和Ella三个人在节目中第一次见面都不用预热,是光看他们同框就觉得很吵的程度。 本节目的第一个爆笑点就是龚琳娜对着Ella唱徐怀玉的歌吧。 听到龚老师说认识自己,随即捧场和他一起边打拍边跟唱。 唱了好几句,直到对方反应过来,他才礼貌地唱出自己的主打歌《我的是你是电,你是光》,线下梗不断,台上更精彩,出舞台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最经典的代表作。 品儒的战歌无法原谅,谢娜定海神针的神曲《波罗波罗蜜》、孙悦的《大家一起来》和徐怀玉的《纷飞》。 第一期的人气榜排名出来时,根据舞台的表现来说,谁都有可能拿下第一。 但是,在前五的行列居然没有一秒入魂,万恶之源的《极乐净土》难道因为二次元的受众变少了? 没想到,线上投票的通道刚开启,二次元粉丝看到宅舞女神小美排名那么靠后,纷纷开始涌入投票。 一顿操作猛如虎,直接让美伊里牙以人气断层的高票位列第一。 当大家被二次元粉丝群体的力量震惊时,想到去年全网翻跳的《爱你》。 难道,美伊里牙本纪浪姐的下一个王心灵? 美伊里牙是拿了《浪姐三里王心灵》的剧本吗? 在《浪姐四里人气断层第一》,有多牛? 浪姐的入围人员名单就够炸的了,名单上一半的名字都能算得上是顶流女星,单拿出来都是人气收视保障。 美伊里牙属于是《歌笔人红》系列,很多人没听过她的名字,但肯定知道她的《极乐净土》。 《极乐净土音乐》,当年她的《花魁舞》和《蝴蝶布》一出堪称图战之作。 在百万播放都是爆款时,美伊里牙的《极乐净土》直接破千万播放,可谓是现象级的视频。 现在连杨身边不怎么看综艺的朋友都突然开始追浪姐,只为看一眼当年那个血洗B站的女人。 热搜上的关联词条一个接一个,锦号肖战跳的《极乐净土》锦号,锦号原来王一博也跳过《极乐净土》,锦号锦号周深中日双语唱跳《极乐净土》,锦号锦号谈松韵出圈的公主切《极乐净土》锦号。 《极乐净土》的《极乐净土》可以和去年王心灵的《爱你》热度并肩。 并且,同样的名场面又上演了一次去年的《爱你》炸出来一批中青年老粉。 今年的《极乐净土》,唤醒无数人的二次元之魂,谁的蝴蝶布DNA动了? 美伊里牙一开口,就是满级大佬进入新手村的济世感,声音浑厚有力,全开脉并唱跳,声息毫不影响。 弹幕刷着,前三预定,结果这次的排名并不如意,仅排行第七。 这成绩让二次元的粉丝们再也坐不住了,等线上投票一开启,那些年中毒了的病友们很投一波。 周杰伦市的打榜在线江湖,各个平台都能看到为小美拉票的人用粉丝的话来说,我们只是老了,又不是死了。 原本以为二次元是相对小众的文化,没想到粉丝投票势头强劲,直接带领小美拿下第一的头衔。 但小美粉丝们的眼神有点不太好,很多粉丝还以为小美投上的按钮是投票入口,结果给一个他们完全不认识的姐姐多投了几十万票。 还好即便如此,也没影响小美的排位,远超第二名七百多万的票。 看到自己这么受欢迎,小美在中日的社交平台都发布了对粉丝感激和感恩的心情。 最强甜妹已经出现,怎么能够停滞不前? 小美在初舞台上用实力展现出了表现力和爆发力,用投票的结果证明了人气,扛起了二次元现实版一番女主的大旗。 但作为一个对二次元涉猎不深的网友们,原本追浪姐是为了看自己喜欢的明星和抱着吃瓜的心态,结果纷纷被小美圈粉开始跑票。 通过刚播出的这两期节目,杨逐渐get到为啥美伊里牙能这么火了人气的身份,玉姐的声音,罗莉的长相,小美三重buff叠满,虽说个人实力很重要,既要表演出彩又要能够有观众缘能拉动人气票。 但节目毕竟最终选的是出道的女团,还是需要有协同队友的能力。 所以,团队作战对小美来说是更大的挑战,语言不通,人又任不全,其表演风格很难找到与之相匹配的队友。 但是看小美的表现,她绝对拥有一人属性。 语言不通就用肢体动作来表达,设恐腼腆害羞和看似是小白兔的,她毫无关系。 甚至还和队友们学起了东北话。 宫老师斗小美,让她尝试了折尔根,她尴尬又不失礼貌,实在不喜欢但不想拨面子,又不愿意违心说好吃的样子,真的太可爱了。 选队友时和宫琳娜老师强强联合组成宫美纳赛,之前网友们给他们起了CP名,灵牙之旅也很适合他们。 她俩这次合作真的是王炸舞台,两个国家队级别的唱将在一起,没有飙高音,炫技巧,纯纯是听盛宴。 选曲是有中日结合,曲目是周杰伦的热门歌曲,花海,日本的中校界还翻唱过,小美一开口惊艳全场,网友蜡评,节目正式开始,她的歌声一出简直是对其他人的降维打击。 就在所有人以为二人这次肯定稳坐第一宝座时,结果以差七票西拜卢靖山队的稳别。 经典戏码再次上演,在线下其他平台的投票,花海又是第一名。 他们的节目固然精彩,但线上其他投票大多还是粉丝主动出击,美伊里牙为啥能这么火呢? 杨简单给姐妹们补下课哈。 31的美伊里牙出道20年,在11岁时她在组合元素BJ Girls开始出道。 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唱跳,这也是很多网友们在看小美演出时, 惊讶于为什么跳舞那么大幅度,唱歌时还能够做到那么平稳的原因。 她的嗓音非常特别,还拥有特技,她能够一人唱出合唱团的效果。 她的唱功,无需赘述,让杨更震惊的是她的创作能力,她是极乐净土的作词者。 随心所欲敬情歌唱吧,让我听到你的声音,忘记时间敬情欢跳吧。 经销一同敬情绽放,开得再美丽的花,也有凋零的那一刻,要是这样就要更加珍惜这一晚。 何为极乐,在小美的笔下,能享受和珍惜当下的时光便是极乐。 而且,小美对自己事业的规划有着很明晰的方向,当《极乐净土》,火了以后,她看到了作品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 而后和队员一起创作出一首中国风类型歌曲《桃园练歌》,这也成为她的第二首神曲。 她平时私下里也在学习中文,这次副歌开卖里标准的发音咬字,真的能让中国的粉丝感受到她的用心。 在浪姐四中舞台是最能展现魅力的时刻,但节目中也有很多姐姐们私下沟通和练习的部分。 小美凭借着性格又收获了一批新粉,她流露出来的可爱,真的是让人看到就像直呼卡哇伊。 再看到龚琳娜真诚地讲述自己的经历,说认为自己不是粉色,也很渴望美丽时,小美忍不住红了眼眶。 她主动上前拥抱了龚老师,还手指樱花,表示你可以是粉色的。 在节目中,她经常展现出活宝的一面,但小美一直都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。 她能觉察到龚老师的情绪,也会在别人表演完主动去鼓励对方,很像在漫画里走出来的元气女主。 现在看来,即便在此之前,对她了解不是很深,看完节目后发觉她作为宅舞女神,没有刻板印象中的不善交际和风格单一。 反而在节目中非常吃得开,在各个切换镜头中能够看到小美和不同的选手在唠嗑,弹幕飘着小美,还真的是串门到各家。 所以,即便她的人气第一,是在二次元的带动下冲上榜首,但是她的表现是依然能够令观众折服的。 她努力学习中文,用更具心意和用心的作品回馈观众,一直都在高品质输出,而不是一直复制爆款的路数。 回头看看,小美现在能够走到浪姐的舞台上,也是因为她步入巅峰之路时,没有迷失自己,在擅长的领域中继续深耕,继续开拓职业新方向。 值得一提的是,小美出舞台穿的这套衣服,是她自2012年开始所有的演出服拼接而成。 想必,这件衣服也是她在提醒自己,尽管走上了更大的舞台也要不忘初心,带着最初对于舞台的渴望和珍贵的梦想,继续舞动下去吧!